不知你的夢想是甚麼呢? 想踢世界杯兼拿冠軍? 還是想事業有成 三十歲前賺到第一桶金? 或你想成名成為歌手或演員? 無論你的夢想是甚麼 想將它成真的話 知不知最重要是做甚麼呢? 記得我兩年多前 見到人們在學琴 然後重演說 其實我們真的想懂得彈琴 就進一間琴行 我想問學琴的東西 職員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小朋友多大? 然後我就說三十九 然後他馬上凹起來 我的頭髮掉到地上 說你呀? 他是呂宇俊, 人稱零分傑清 因為他曾經會考零分 但經過努力, 三年後再報考會考 得到十九分的成績 大學還以一級榮譽畢業 2012年開始, 他學習鋼琴 一年時間, 考到英國王家音樂學院 五級鋼琴史 你今天看到的是他的成功 但其實他當初被不少人看死 我說老師, 我想在下年 十一月左右考考五級鋼琴 老師說好 然後他拿一本的 《Children Pieces》 綠色很厚的一本 然後給我一個 《Great Run》的彈 我叮叮叮叮 叮完之後, 他說 不行, 不行 一定不行啦 結果我問他 我說老師, 為甚麼不行呢? 他說我, 教了十幾年琴 你現在一級都沒有 你下年怎麼考五級? 我試過有一次 在中學那裡彈琴 結果彈一下的時候 真的有個老師走過 他說, 哇! 你這麼老還學琴? 你看看你, 你的手指都硬了 你都不像彈琴 你像打字多一點 其實已經不止一次 人家說我彈琴好像打字 你想想, 我感覺多侮辱 說我好像打蒼蠅一樣 不過, 呂長沒有因為這些嘲諷 和看死她的說話而放棄 反而更加努力突破自己 最初我真的覺得自己 我懷疑自己是否有病 第一就是, 為什麼左右手 完全協調不到 右手好像還不錯 但一隔著左手 就覺得自己好像失常一樣 整個感覺很差 其實那時候真的很想放棄 但我又想, 如果放棄了 我又永遠達不到那個夢想 我經常都跟人說 我說所有的困難 其實你好像身處一條隧道 我在楊木谷牧師那裡學回來 說明是隧道 就是說有盡頭 有盡頭是什麼意思呢 你開始身處一條隧道 可能是很黑的 你一定看不到前面有出路 但是如果是隧道 就是說你堅持每天多走一步 每天走多些 每天堅持 你肯走 你走一走 自然前面 你開始見到一點光 越走 那點光會越來越大 這個就是隧道的進口 這個就是出口 當你被人看死的時候 你會垂頭喪氣 還是好像呂sir一樣堅持突破自己呢? 而當找到出路的時候 呂sir又要面對什麼問題呢?